對執政黨來說很重要 如果今天是防疫不利的話 是中央單 如果是諾富特的問題的話 是華航單 如果是華航三加十一沒有管好 是民航局單 如果是開放三加十一的話 陳時中說他單 但是全部都誰單 民進黨執政來單 對不對 你甩鍋給萬華之後 可以順勢甩鍋給那個 唯一在防疫上有獲得防疫紅利的 那個執政市長叫做柯文哲 前幾天民調不是就出來了 所有的民調柯文哲往上跑對不對 國民黨民調沒有往上升 上升一趴 可是柯文哲跟民眾黨民調往上升 升很多嗎 當然啦 他升了五趴到十趴左右 所以今天甩鍋給萬華 是一間兩過 同時把這個民怨 這個怒氣甩出去 第二件事情是同時去打壓柯文哲的事情 可是不要忘記 五月十五號 那個時候民進黨 或是說指揮中心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為了安撫人心 因為那時候即將要升成三級對不對 他公佈了一件事 基因定序 諾富特萬華 宜蘭盧州相同定序 同一個基因定序 那這件事沒有什麼好講的 在一切一切的 不管是從科學 或是從防疫上的角度來看 都是在諾富特 都是在桃園嘛 重點來了 我從來沒有看到 一個政黨 即便在國民黨執政市場 也不敢 維護一件事 維護到會議紀錄 至今撐不出來 我真的很難想像 多少包含國民黨的人 包含民眾黨的人 包含洪安去問會議紀錄 沒有就沒有 這件事情 我完全不能相信 為什麼我不能相信 因為我媽媽以前在公所上班 在公所上班 她每一天早上工作 就是寫會議紀錄 公務人員什麼不做 會議紀錄 一定做 現在民黨 這是這樣幹的嗎 現在 我們這個事情非常有趣 我們今天反過頭去看 當天的石崇良的講法 我本來認為是 真的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尋答QA而已 現在反過去看 這後面充滿了一個非常非常大的 一個計畫跟陰謀 什麼叫計畫跟陰謀 這個不得了 這是個大論述 什麼論述呢 這叫甩鍋論述 他 這個事情一定會結束 對不對 我們現在九月 九月中旬立法院還要再開始開議 對 到時候很簡單 要不要有戰犯 現在我們臺灣同胞到今天為止 已經死亡 四百六十個了 四百多個人 受傷數千人 幹沒拿虎千人的嘛 要負責嗎 現在的感染人數一萬三千兩百四十一 現在光本土感染的就一萬兩千零三十 現在死亡人數是四百六十 更不用講 現在有多少的商家倒閉 有多少商家受傷 有多少人無薪假 那是經濟跟生命的重大損失 對 那他知不知道這個事情是 洛福特是三加十一要負責 當然知道啊 就我剛剛講的一個問題 這到底是科學問題 還是政治問題嘛 他把你變成政治問題以後 我跟妳講沒事 萬華 政治問題這邊萬華負責 而且為什麼這樣講 今天你又看到民進黨的動作是 他是一個有組織的 他要不然就是透過網紅 要不然就透過他的一四五零 不斷丟出來 如果今天他沒有定調 沒有人在運作 沒有人在推 今天會有人這樣子 而且你再講 萬華本來就是破口 然後呢 不是失言 不是應該認證嗎 全臺灣都認為萬華開始 大量出現確診 然後呢 就算機制是破口 萬華守住臺灣就沒事 苗栗不就這樣子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政權保衛戰 民進黨現在執政不立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 搞那麼大的疲漏 但是他有兩大法寶 一大法寶 一個就是綠媒 第二個就是網軍 他靠這兩個東西 民 居然民調可以贏國民黨 是喔 就搞這個 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嗎 這葛佩奧講過的名言 你忘記了嗎 納稅的生產部長怎麼講的 謊話講一外面就真的了 大家在講謊話講一外面變真話 知道 我告訴你 再過一個月就變真話 再過一個月 破口在哪裡 你在萬華是誰害的 是柯文哲 為什麼柯文哲 因為他阿公店沒管好 整個事情結案 就變成柯文哲 要來扛這個事情 他不怕萬華人反彈嗎 他不怕 我給你嚇你 嚇你嚇你 沒力度夠了 沒力度夠了 嚇你夠了 他就給你 沒力度夠了 你把臨場所罷免掉吧 你告訴我嘛 沒力度夠這樣算就算 你說萬華沒大人 萬華沒有人會幫萬華人講話 萬華人有這麼慘嗎 我告訴你不是萬華 你要知道這個基本盤嘛 萬華是什麼人 是民進黨的基本盤 他我跟你講很簡單 而且是237耶 237 百分之一百 國民民進黨的基本盤 只要國民民進黨的基本盤 國民民進黨的統統全盤都回到百分之一百 蓋給這個民進黨 不要回到什麼 不要回到你自己 國民都回到路嘛 所以他施定萬華人 你知道嗎 而更重要的事情 這個事情不能講真相 講真相完蛋 為什麼 如果福特是誰管的 誰管的 桃園市 為什麼 桃園縣管 桃園管桃園是誰 桃園是未來的下一代的 這個下一代的這個總統候選人 他怎麼會傷到這個東西 所以他裡面有很複雜的政治鬥爭 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現在跟你解釋說 石松良這個事情 還有第二天的講法 你看看這個陳時中更厲害 他沒有講出萬華兩個字 他只有說他用字不精準 那什麼叫比較精準 精準是定義 什麼叫做精準 你要講說 這個是柯文哲負責 就通通精準了嘛 是不是這樣講 所以他們有一套論述 已經成型了 他講三加十一的時候 你記得嗎 洪安子跟他講了一句話而已 三加十一 他馬上翻臉了 為什麼 他知道 他坐牢你知道嗎 三加十一是他搞出來的 他要坐牢 他當然要坐牢 我跟你講 先上一句 一定找他麻煩的 開什麼玩笑 你這個很簡單 三加十一開放的過程當中 到現在為止 就是像你一樣 對 沒有真相嘛 真相是什麼 真相就是他一個人全綱獨斷 你忘記了嗎 他沒有經過專家會議 他一個人就幹了嘛 那這個事情誰負責 當然是陳時中負責 那民進黨怎麼可能讓陳時中負那麼大責任 想要保全他嘛 讓他最後臨走的時候 能夠安全下樁是最大的期待 所以說怎麼樣 咬死一定要打死萬華 萬華一定要來背這個鍋 萬華不背這個鍋 就是陳時中負責 但萬華又沒有機場 他又沒有國際的管道 他怎麼會獨立 像外星人一樣空降到萬華 萬華有藍機場 你忘了沒有 萬華有藍機場 藍機場在哪裡 在清田公園那個地方 外面不是網路上笑話嗎 說藍機場來了對不對 藍機場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這荒謬 這個我剛剛講 這不是在講真相 不是在講科學 是兩邊互相噴噴噴噴噴噴 噴墨汁 誰噴墨汁最後的結果就打了一個Oskar 一四五零戰勝 是 臺灣就被一四五零控制 統治 我們蔡總統就是一四五零的總統 好 曾浩 剛才講最近民進黨不斷是用高雄來去肯定說 高雄都好棒棒 我來對比臺北 你怎麼做得那麼賴 你的規劃 你的那個什麼 這個超前部署 全部都部署高雄 我們在節目裡面 你也講過很多遍 我們非常肯定高雄的陳其邁 陳其邁 可是我覺得現在民進黨 對於陳其邁的吹捧 你對比的當然是柯文哲 當然柯文哲今天在臺北市 你做的事情要受到檢驗 你又要受到挑戰 這都沒有問題 但我覺得最妙的是 今天陳其邁你看 該超前部署的超前部署 該嚴格管制 嚴格管制 發現問題的時候 馬上處理 但問題是 那我們的疾管中心 我們現在的指揮中心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當陳其邁離開了指揮中心 離開了行政院的副院長之後 我們的防疫就完蛋了 沒有錯 你陳其邁的亮眼表現 當然會讓柯文哲覺得面上無光 但是其實也讓指揮中心顯得很難堪 你不要以為只會對比到不同縣市 縣市首長 他也會對比到指揮官 這件事情很清楚 五月十八號的時候 也就是五月十五號 三級幾件完後 隔個週末 陳其邁公開具體建議中央 國中小停課 具體建議完之後 中央國中小真的 也就是雙北要國中小停課的時候 陳時中還在那邊酸說 你要注意到人家的授教權 當高雄說 他要停課的時候 馬上停課 然後呢 我繼續講 五月十五號 雙北升三級的時候 侯友宜具體建議 雙北不是只有雙北 是北北基陶生活圈 基隆跟桃園應該一起升為三級 那個時候一樣鋪天蓋機 也網軍去罵他 可是陳其邁一樣 第一個說 我高雄也要準三級 接著呢 陳其邁說完準三級 基隆說我要準三級 桃園說我要準三級 就吞了 台銅說我要準三級 苗栗說我要準三級 全台灣都變說 我要準三級的時候 指揮中心說 那就全台三級 這件事情 其實你看這件事情 看起來非常非常清楚 就是確實 有的人就走了 走在最前面 我們給他掌聲 可是你吞提之後 當雙北要做什麼時候 指揮中心指揮穿小鞋 指揮架拐制 然後指揮誰弄 高雄說就好了 是啊 然後打疫苗 今天高雄 大家都在吹捧 高雄打疫苗模式 非常棒嘛 余美丁模式 什麼叫余美丁模式 大家老人家一起集中在 這個大的這個體育場 就我們現在看到嘛 對不對 然後間隔座吹冷氣 還有拉小提琴等等的 然後有條不問 醫生動 老人家不動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大家吹捧 這個余美丁模式 是正確的話 指揮中心為什麼不定一個 標準模式 讓全臺灣一起採行 余美丁模式 對齁 你不斷地在捧高雄的時候 其實某種程度 在講什麼東西 指揮中心沒有思考到 這個SOP 指揮中心什麼都不會嗎 對嘛 你就下放給中央 然後中央下放給地方之後 地方做的差 像柯文哲 假設有人要跑三層 這幾天我也罵 我可以罵 那是因為我們是在監督柯文哲 可是你中央跟著罵表示你沒有訂SOP 再來今天最近大家都拼捧擊什麼 柯文哲叫老人家八十五歲 老人家去當所謂數位級先鋒 在那邊預約等等 可是指揮中心本來也是要叫唐鳳做這種數位預約的系統 只是唐鳳還沒有上線 現在由臺北市的先上線 如果唐鳳也上線的話 我不確定系統內容是什麼 可是如果一樣是要叫老人家去預約的話 那一樣要上線 一樣會上線 一樣會有民怨 所以整件事情 其實我們從剛剛在討論到現在 其實我們討論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整個市域的起源在哪裡 我們講的很清楚叫做三加十一 叫做諾富特 叫做華航的管理 對不對 再來了 好了你事情一發不可收拾 有沒有其他的公衛手段或其他的政策 可以讓確診者不要一萬三千兩百四十一這麼多 有沒有其他手段可以讓死亡的人數不要這麼多 這是大家在意的嘛 對不對 你亡羊了 你要補牢嘛 對不對 重點來了 現在我認為指揮中心最大的問題是包含指揮中心 包含我再跟你講 電視機前面很多民進黨的朋友 把所有善意建議當成政治的工坊 這件事情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很不能接受 你看我們這節目上兩三個禮拜前談什麼 快篩 我們那時候就說英國很多人居家快篩 一次領二十一天份 領三週份 然後呢 李顯龍說 我們以後疫情實在要跟快篩共處 結果呢 那時候很多人說你沒有支持指揮中心 現在指揮中心幹嘛 核准兩家快篩 要舉下個禮拜可以買到 我們還有講什麼 全自動PCR 那時候我們就講大疆 大疆 大疆 還有在我臉書留言 你是不是要炒股 你是不是要炒大疆 沒有 我只看到說全世界都在用 所謂的全自動PCR 今天下午陳松說什麼 他試過了覺得全自動PCR很好很棒 然後呢 匯發五十臺給社區 所以以前都是超前部署 現在都是慢慢拍 還不是慢慢拍 是慢三拍 慢三拍就算 而且還把非常多對於防疫的善意建議 視為政治的攻擊嘛 這件事情才是大家越來越不願意講的話的時期嘛 還有單株抗體 不是我講我書沒念那麼多 陳培哲講的 中研院院院士講說要進口單株抗體 死亡率少五成 結果上禮拜六陳松說什麼 已經向國外購買單株抗體 可是陳培哲早就在防疫的所謂的專家會議中提出建議 所以整件事情很清楚 我們在面對這個問題 除了找源頭之外 我們還希望找出更多方法 降低確診數 降低死亡數 在這一波疫情裡面 萬華是受害最深 也可以說萬華是最大的受害者 沒有想到我們政府這個 他現在本來大家都知道 你是透過諾福特 你是透過華航 你是透過三加十一 今天你早就講說 這所有的病毒株 全部都是英國變種病毒株 可是現在你要丟鍋 你要幫誰丟鍋 你要幫陳時中丟鍋 丟鍋丟在哪裡 丟鍋丟到了萬華 而可憐的萬華人 我們只有一個立法委員 現在 究竟破口是出在哪裡 我想這個破口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我不清楚 但是我們現在要處理的 大家很清楚 誰清楚你告訴我 現在最主要 這一波的疫情 主要在萬華這個地區 所散播開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 你說萬華 那萬華的前一手是哪裡 就是萬華這個地方 董事長 萬華已經倒楣了 我已經背負很多污名了 你知道萬華現在多慘 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大型機器不敢來修 我還有很多鄰居說 我要修東西 哪裡修 萬華 萬華我就不去了 我已經夠悲劇 我已經夠倒楣了 我已經麻煩 因為你們這麼亂搞 我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 這個萬華這個萬華 這個萬華怎麼叫 破口在萬華 這個叫做他是石重娘 他好像是一個這個在衛生署 當醫師的主管 市長 那這個人本身 他在衛生署 待了很多很多很多年 那今天這個講法很簡單 他咬死萬華的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萬華往上提升一級的話 就變成了 台北市 不是 三加十一 就三加十一吧 三加十一的這個 因為有印度的這個 pilot進來的時候 我們傳進了英國疫苗 你忘記了嗎 我們不是境外導入 就是從三加十一開始 所以從三加十一 然後有人到萬華去消費 才造成了整個大爆發 所以這個原始的這個罪魁 有禍首在哪裡 你知道嗎 三加十一啊 就是這個桃園這個飯店 對 就是華航工會 就是華航工會找了這個 關心的這個桃園縣的縣長 找了立法委員這個 范雲 范雲等等 然後對陳時中施壓力 所以 所以整個事情 民進黨全黨甩鍋 民進黨你完全不想負責任 民進黨你今天把所有的責任 丟給萬華 萬華人欠你什麼 萬華人欠你平進黨嗎 你今天丟了一個 跟萬華完全沒有關係的 臨場左 我們萬華人是要投臨場左 不是 我們萬華人是要投給你 蔡英文是要支持你 蔡英文 我們投給你一個 跟萬華完全沒有關係的臨場左 結果你這樣子悲罕我們 對 所以臨場左今天在哪裡不見 剛剛那個好像不是臨場左 他不見了 剛剛那個不是臨場左嗎 奇怪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的源頭就很簡單 就是你陳時中去開放了一個 不應該開放的一個三加十一的政策 然後這個病毒就侵入到了萬華 萬華在臺灣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了 不是 他這樣口感 以前如果講破口是萬華 難道要萬華陷入萬劫不復這地方嗎 我問你二零一九年萬華在不在 二零二零年也在 為什麼到今年變破口 去年為什麼不是破口 前年為什麼不是破口 你知道意思沒有 他要cover 他要掩護他的長官 他要掩護陳時中 那陳時中要掩護後面關縮的利益團體 所以他整個設施物鏈 這些人全部在騙 那陳時中要掩護 萬華可以犧牲 那些人不能犧牲 所以為了保護那些人就犧牲萬華 對 全部他就把萬華甩鍋了 甩鍋給萬華以後 他咬死就不放 那可是這個事情很簡單 這個事情只要有國民黨 或是有監察委員去調查 或是去訴訟 就坐牢啦 就那麼囉嗦 囉哩巴說談什麼呢 然後到請臨場左下一屆 就不要幹啦 就請要 那想要幹下一屆立法委員的人 就站出來把這個事情 把給還給萬華一個公道 他每次都講萬華被污名 在講到臺美在搶疫苗 也就是好心開始搶疫苗的時候 他說柯文哲這種腐化 無能又傲慢的政治人物 把政府給搞爛 現在人家講說 你今天萬華是破口的時候 你在說啥 對 他連幫萬華去澄清 應該有的這個污名的 應該有的這個污名的